各位学员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将进入咱们的第二大章节 公路路基防护与支挡内容 那么在前期呢 我们已经结束了第一大节 路基施工技术内容了 那这章节咱们用的篇幅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章节考点非常繁杂 而且呢 每年出现案例题 其实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咱们的第一大章节 那么第二大章节里 它其实主要讲了两大块 一大块就是针对于咱们路基边坡 通过哪些防护措施 可以防止它产生风化 防止它被水流重刷 从而还起到一定的边坡稳定作用 那么当然还有作用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边坡呢 还可以通过边坡防护 做一些景观等等的治理 好那么这部内容呢 一般考试的提起 主要是以选择题为主 所以我们快速给大家拉一下 不太重要 那么针对于第二个部分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边坡呀 它是容易出现失稳的 那么通常我们可以设置一些 党土墙来对其进行加固 那么因此这个支党结构 其实就重点讲的是党墙 而针对于这个党墙呢 你们已经已经好多年 没有出现过案例题了 而且在今年教材变更比较大 或者是说2020年教材变更比较大 它对于咱们的加金式党墙 做了一个重点的变更 因此今年我们要着重关注一下 党土墙 它有可能会成为案例题的处题点 希望大家重点放在支党结构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防护工程类型和适用条件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就是关于 我们的防护工程 它设置的目的有哪些 这个曾经在零几年是考过一次 案例问答题的 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防止陆基的病害 比如说陆基在这个风化作用下 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溜方 是吧 会产生一些碎落 会产生一些这些小的病害 那么第二个话 就是有可能会产生陆基失稳 对不对 确保陆基的稳定性 第三个它还可以改善 我们的环境景观 让它变得更加美丽 是吧 第四个的话 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 所以它主要四大目的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咱们的类型 防护工程的类型哪些呢 我们这里从大的方面来讲 主要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的话就是泼面防护 第二的话就是咱们的盐河 这个防护 说白了盐河防护就是 边坡有可能被水进行冲刷嘛 对不对 所以主要是盐河防冲刷防护 那么对于泼面的话 它又分成了几个呀 又分成了四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植物防护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骨架植物 好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 针对于我们的巫工防护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 关于我们的这个土工植物 或者叫土工网 都可以土工植物防护 主要是这四大类 那么对于盐河的话 也有直接和间接防护 好了 这个大类大家清楚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说 那比如说关于铺面防护里面 第一个就是植物 凡是带植子的 都是属于植物防护 你比如说像种草呀 还有铺草皮呀 植生带呀 三维植物网啊 植树啊 这里面大家一看就知道 有草有树 对吧 那么这里面都可以叫做植物防护 那么可能有一个 不带植子的 不带草的 那么大家不太好判断 比如说就是这个刻土 什么叫刻土喷播呢 刻土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土 刻土就是好土 不是坏土 这个好土是什么样的土呢 我们把这个土呢 经过培育 怎么培育呀 里面有含有植物所生长的营养物质 然后把这些鸡的材料呢 混合我们的交接材料 然后通过喷播的方式 给它喷洒在咱们的 基岩边坡 坡面上面 从而制造出来 让植物更加容易生长的环境 是吧 那么很明显的它呢 主要是适用咱们的 岩石边坡 因为岩石边坡 本来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 对不对 那么你在上面喷层 让植物容易生长的 这种刻土 那么接下来 你就可以在上面 种植植物了 对吧 好了 这种是现在一种新型材料啊 那么像这些图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对不对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植的草皮 对吧 好 这都是属于我们的植物防护 你就解决了 带植子的 带草子的 另外就是带刻土的 都是属于我们的植物防护 这里重点掌握它的 从属关系啊 你考选择就是要知道 谁属于植物防护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骨架植物 它也有植物 但是呢 它是先做骨架 做哪些骨架呢 比如说 浆气片石 或者是混凝土骨架 或者是说 水泥 混凝土 空心块 啊 然后上面再来做 湖泊植物 另外就是毛杆 混凝土框架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用混凝土 做成的一个什么 做成的这样一个 谷形框格 然后在这个框格里面 再来怎么样 植草 对吧 那么这些大家看到 也是属于什么 我们的框格植物防护 对吧 所以在这一块 大家要知道 骨架植物防护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它有三种啊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 叫做乌宫防护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乌宫材料 乌宫材料有很多 你比如说像素混凝土呀 水泥浆啊 水泥沙浆啊 这些片石啊 等等 都是属于乌宫材料 那么针对于 凡是属于乌宫材料 做的并不防护 咱们都属于乌宫防护 那这块考试 考的是从属关系 经常你比如说 把刚才讲的植物防护呀 还有我们的 骨架植物防护 跟它混合在一起 让你去选择 那么这里面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就是 比如说第一个 毛杆钢丝网膨浆 对于毛杆钢丝网膨浆 它的施工技术呢 主要是 第一步我们在边坡上面 一般先给它怎么样 先给它钻孔 然后给它插入毛杆 再往里面怎么样 煮浆 然后在坡面上面 一般会挂的一些什么 钢丝网 然后呢 再怎么样 在上面喷射一层什么 混凝土 喷射的混凝土 这就叫做毛杆钢丝网膨浆 现在使用是比较多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做的喷射混凝土的湖泊 比如说 大家这里面所看的 就在坡面上面喷了一层水啊 塑混凝土 防止我们的边坡土 直接受到雨水的影响 是吧 对表面做了一个封闭 是吧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封面 封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封面的话就指的是 在我们的边坡坡面上面 抹了一层什么 水泥沙浆 防止水对它的重刷 是不是 还有就是垂面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垂面就指的是 我们利用水泥多河土 就是水泥里面加了一些泥土 对吧 比如说加一些粘土呀 粉土啊等等 利用跟多河土之间的一个结合 然后呢 经过拍打 垂石 垂机 然后让它跟坡面贴合紧实 那这种叫垂面 垂面一般用起来 相对来说 人工 比较费人工 所以呢 现在使用的是比较少了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前面这些 像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过的 干漆片石 干漆片石 对吧 还有我们的护面墙 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我们的乌工防护 这里面你就掌握 谁是属于乌工防护就可以了 突破方法就是 哪些是属于乌工材料 搞清楚就OK了 那么这个图给大家展示 就是我们的护面墙 护面墙 那这里面主要用的是 将其片石做的护面墙 对吧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它将整个墙面都做了封闭 那么一旦遇到雨水以后 那么我们这水就怎么样 摄着它流下来了 不会对破面造成任何影响 是吧 那么它在 它的长度方向上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个一定长度 我们都会设置一些什么 变形缝 对吧 所谓的变形缝 它一般是分为两种 一种的话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伸缩缝 防止材料怎么样 热胀冷缩 是吧 那么一旦热胀冷缩 就会开裂 那我们提前 每个一定距离给它断开 你看这个位置 就设置的是十顿缝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设置成像缝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它的护面墙下面呢 它的土质有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这边土质好 然后这边土质就差 那么它们二个之间 就会产生成成像 成像差 会产生这个树向的开裂 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对于这种 长条型的边坡防护结构 一般我们通常 跟挡墙一样 都是要给它设置 变形缝的 这里大家注意 唯一我们比较担心 就是这个护面墙 不能怎么样 太陡了 如果太陡的话 容易怎么样 产生自身的石稳 是吧 所以呢 一般它使用的坡率 不要太陡 好了 这是关于护面墙 给大家介绍这里 你们这里所看的 就是正在人工怎么样 坡面上面 在抹这个水泥山浆 这叫做抹面防护 好 那么这个里面 大家所看的就是 我们正在采用水啊 毛杆 喷石 毛杆挂网 喷射混凝土的 这种防护形式 那么表面上挂网 刚刚怎么样 完成 好 第四个的话 就是土工植物防护 那么这种土工植物防护 它属于柔性的 一般着用在 像边坡 万一有一些碎石啊 或者石头滚下来 很明显 我们这个土工植物 可以怎么样 帮助它怎么样 拦截 是吧 防止我们的车辆 受到影响 或者是防止这个边坡 怎么样 坍塌 好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主要这四种 从中关系 好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 沿河路基防护 所谓的沿河路基 表明路基的两侧 是有河流的 那么这个边坡 很容易受到水的冲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去防护呢 教材给了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接防护 另外一个是间接防护 那么这里面 直接防护的方法非常多 我建议大家可以不用准备 你只需要把间接防护 搞清楚就可以了 记住特殊的 自然其余都属于直接了 是吧 那么间接防护有哪些呢 间接防护主要包括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在我们的边坡上面 设置一些导流的构造物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 钉坝和顺坝 这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你比如这个图里面 展示的就是钉坝 对吧 这个图展示就是顺坝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减少对边坡的什么 重刷 好了 那么这些都属于 导流构造物的方式 来减少对边坡的重刷 那这里老教材里面 原来是有一种叫护霸的 那现在把这东西去掉了 考试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选护霸了 好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改一核道 防止这个属于对边坡的重刷 对吧 这个方式是最彻底的 好了 那么这两种大的方法 我们都属于间接防护 其他都属于在边坡坡面上 直接做的防护 好了 这里你只需要知道 从属关系即可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道题目 他说 下列阳和陆迪 冲刷防护当中 属于间接防护的事 关键词是间接 很明显 石龙啊 还有挡土墙啊 还有去石啊 它们都属于谁啊 都是属于直接防护的 而正对于顺霸 它是属于什么 间接的 所以这里面利用规律法 很快就可以选出来 正确答应该是B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关于常用防护工程 施工技术要点 这个内容在2020年 应该说新增了很多内容 由于时间关系呢 这个技术要点 我讲的应该说不会特别多 那么这个大概在2018年 考了一道案例 考就是将棋片石 护面墙的施工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这些内容呢 在我们的往年出现的 比率真的不高 2018它属于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年份 考了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这一块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啊 咱们重点还是放在 挡墙方面 好吧 好 第四个关于将棋片石 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基本规定啊 第二个规定就是 你要在哪里做挡墙呀 我要在泼面上面做 那么首先 泼面要不要给它做清理呢 当然 所以第一步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办法就是 要在修筑 后面墙之前 咱们要把泼面 一直给它清除到 新鲜颜面 否则的话 你在上面去做这个后面墙 后面墙自身就怎么样 容易出现滑动 容易怎么样 失稳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啊 要清智 新鲜颜面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针对我们的护面墙 它的墙背 什么叫墙背啊 好了 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护面墙 对吧 那么 跟咱们这个边铺铺面 贴在一起的 叫做墙背 比如说 我沿着这个地方 给它做一个垂直的 横断面 你们看到这个图 这边就叫做我们的墙背 这边就叫做墙背 然后这边的话就叫做 后面墙的墙什么 墙面 墙面是面朝谁啊 面朝空气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对于墙背来说 它跟我们的边铺 面一定要密贴 一定要密贴啊 如果不密贴的话 很明显 那么比如说 你这是你的墙背 对不对 那么边铺的坡面在这儿 然后你这个墙背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土依然怎么样 会产生这个方向的什么 位移 更容易增加 我们到后面墙的二次受力 容易更容易怎么样 产生这个移动 对吧 所以要密贴啊 那么边坡局部凹陷处 怎么办 如果有一些局部的凹陷处 比如说这边凹陷了一部分 那你怎么办 那你给它挖成台尖 然后台尖上面呢 给它填补上 跟墙身相同的乌公材料 比如说你用浆气片时 用的片时进行气住的 那OK 我这里面 如果说这地方 是一个不平等的地方 你给它挖掉 挖个台阶 台阶上给它气什么 气我们的这个片时 然后再进行填补 然后不得回填土石 或者是干气片时 为什么呢 因为干气片时和土石 相对来说 它的稳定性不太好 我们用江气片时 相对来说 稳定性怎么样 更加好一些 更加好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就是它要按照设计要求 做好伸索缝 如果当下面的这个 土层 岩层 地质条件不一样 那么注意一下 应该设置陈墙缝 是吧 应该设置陈墙缝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在吸水孔的位置 和反律层的位置 应该满足要求 什么意思呀 就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后面是土 万一有水 你能不能让这个水 留在这里呢 当然不行 因为水留在这里 这后面的这个边坡呢 它更容易向前怎么样 滑动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有水 希望这个水呢 必须要及时排除出去 那怎么办 你在你的户面墙上面 每隔一点举例 都要给它设置一些 泄水孔 对吧 方便我们把水排除 排除出去 所以这里面锁食的 就是泄水孔 那因此 如果水在流动的时候 有可能怎么样 会把土带走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泼面背后 我们给它设置一些什么 反绿层 设置一些反绿层 比如说我们用棕树虾 用土工网 都可以 对不对 然后让这个水流的时候 只流水 不流土 对吧 这就叫做反绿层和泄水孔 那么一般对于我们的防护结构 和支挡 挡土墙 一般背后大多都会设置 泄水孔和反绿层 那这个构造要求 是希望大家知道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 后面墙防滑坎 应该与墙身同步施工 什么叫防滑坎呢 这个说法 我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墙背 并不是一个倾斜的平面 而是怎么样呢 每隔一定距离 我给它开挖 设置了这样一个小台尖 那么这个小台尖 设置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的墙背 跟后面的图体之间 有一个良好的连接 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不容易往下滑了呀 对吧 所以它叫做 我们的抗滑坎 或者叫防滑坎 那其实这个抗滑坎呢 在我们的这个标准图里面 其实是叫做耳墙 叫做耳墙 像一个耳朵一样 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墙体 我们叫耳墙 它的填重材料 跟我们墙身用的材料 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你们教材 把它叫做这个名字 你特别注意 它叫做防滑坎 到时候考石头的时候 你务必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考石头的时候 要务必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耳墙 和防滑坎 是一回事啊 都是起到 让这个 护面墙 跟我们的边坡面 能够更加怎么样 更加力贴 更容易确保 它的稳定性啊 抗滑力能够增加 好了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好 那么看起来 这个内容非常复杂 其实我们通过图 可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你在做这个 后面墙的时候啊 第一步就是清 对吧 你把坡面给它清除干净 然后呢 第二步 你的坡面上面 万里有一些 超挖的地方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用 跟墙身同等材料 然后给它进行 弃柱 是吧 当然弃柱之前 要给它挖成什么 一些小台阶 我们会发现 这个挖这个小台阶 跟本身 跟我们的耳墙 或者是防滑坎 就是同样的构造 是吧 所以第三个的话 你这个防滑坎 这个问题 你也解决了 两个其实是同类的 就是你的墙背 上面 每隔一定距离 我们是设置一定的 防滑坎的 对吧 跟这个 如果这个墙面上 如果这个边铺铺面上面 有一些这个 不平整的地方 有一些凹陷处 也要挖台阶 然后再来弃柱 做我们的这个 构造物 是一样的概念 是吧 两个牛联系在一起了 然后呢 接下来 第四步 你在弃柱墙面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墙面上面 我们一定要留泄水孔 对吧 然后墙背后面 一定要设谁啊 要设反律层 是吧 然后第五步的话 就是特别注意 一般在我们的 铺面上面 每隔一定距离 一般我们会设置谁啊 会设置变形缝 对吧 会设置变形缝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块重点 还是以石图为准 好不好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就介绍完了 我们开始进入第二个部分 制挡工程的类型和功能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个 关于制挡 它设置的目的是什么 制挡 第一个作用就是 能够支撑咱们边坡的稳定性 或者是加强路基强度和稳定性 这样的话呢 以确保这个边坡在水流条件下 免遭破坏 所以呢 我们认为 它按照路基加固的不同部位 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就是坡面 进行防护加固 第二个就是进行边坡制挡 第三个就是软弱地基加固 这三种类型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顶多考的到选择 出案体的几率不大 好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第二个 常用挡土墙 它的施工技术 我们这一块的挡土墙 主要介绍了如下几类 第一种就是重力式挡枪 第二种呢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加金挡枪 好 第三个的话介绍了 毛杆挡枪 那么你们往年 重点出现的是重力式挡枪 加金挡枪只出现过一次案例 那么对于毛杆挡枪 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出现过案例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咱们的案例题出题 应该会出现在重力式和加金挡枪 那么毛杆挡枪 咱们作为一个正面性考点 作为备考 好不好 那么对于毛杆挡枪呢 我个人认为出现实图的几率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它的公益流程 我们说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益流程 在往年是选择题出现过考题的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整个情况啊 我们第一个先来给大家 第一种重力式挡枪 所谓重力式挡枪呢 就是依靠它的自重 来平衡后面的涂压力 那么就像一个胖人 在同样的大风吹几下 他不容易被吹到一样的道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自重越大 那么在后面涂压力作用下 这个挡枪越不容易产生怀疑 越不容易产生寝负 对不对 那这就属于重力式挡枪了 因此对于重力式挡枪来说呢 它主要用到是 自重比较大的材料 你比如说浆气片石 干气片石 素混凝土 对不对 或者里面加一些少量 钢筋的混凝土 线胶 那都是属于我们的重力式挡枪 那么重力式挡枪呢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 很便宜 所以我们国家 目前最常用的是它 那么最大的去点就是 自重大 那对地基就有 比较高的要求了 如果你在软弱地基上面 去修建这种重力挡枪 很明显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它一般主要用在 咱们地基承载力高的 这个地基上面去修建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特点 这个呢 顶多考一道选择 不会出案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挡枪的各部分名称啊 以这个图来介绍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路线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道路中线 这边呢 是我们的路面 对不对 一般上面会设置有谁啊 设置有我们的横坡 将水排除到旁边的边沟里面 那么这是我们的 开发之后的路前边坡 在坡角这个位置 我们设置了这个挡墙嘛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挡墙呢 你把它想象成为一个人 比如说就想象成为林老师 对吧 那么我呢 是面朝这个空气的 或者是面朝这边什么 车辆的 对不对 那么因此这个面 我就叫做墙面 然后呢 后面就是我的背部 对吧 我的背部靠在哪里呢 靠着是后面的图体 所以这边我叫做墙背 然后上面就是我的墙顶 下面就是我的墙顶 前面呢 就是我的脚趾头 我叫做墙趾 后面就是我的脚后跟 就叫做墙肿 所以呢 你把它类比成为林老师这个人 你就分清楚哪些是墙面 哪些是墙背了 哪些是墙子 哪些墙种了 因为这些专业术语呢 在出案例题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 很有可能 你的案例题根本看不懂 所以这个第一个各部分的名称 咱们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他说了 我按照谁的形式呀 我按照墙背的形式 想想 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背部后面靠的是谁呀 土 那我可以将其分为哪五种呢 第一种 养鞋 好了 大家看一下ABC的土 哪个是养鞋呀 哦 A是养鞋 为什么呀 这就是土嘛 那就是墙背 这个墙背是什么关系呀 哦 他跟树像的之间 有一定的夹角 就好比林老师 后面背靠着什么 土体在养天大笑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很明显 这个就叫做养鞋 所以养鞋看谁呀 看墙背 跟树直方向之间的角度 对吧 你往后养着 那就是养鞋 好 那么第二种 咱们叫做腐鞋 看一下哪个图是腐鞋呢 哦 这是墙背 这是土体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背部是怎么样 是这样腐着的 那这就叫做腐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和树直角之间的 这个角度在这个位置 那你说 这两种 哪个谁更加稳定啊 想呀 林老师正在这样吃饭 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人 或者土体的土压力 一推我 我立马就搞一个大马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认为呢 很明显 腐鞋式 它没有养鞋式 那么稳定 它更容易怎么样 试问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 它受到土压力怎么样 要大于我们养鞋 受到的土压力 所以一般用的 比较多的是 养鞋式的 这个胆强 因为后面 土压力怎么样 相对来说 比较小 胆强比较稳定 那你想想 如果一个人 背靠着 这个土体 如果后面 土体给他一个 推理 他容易倒 肯定不容易倒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尽管你没有学过 本专业 但是这个内容 也很容易懂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三个叫垂直的 垂直的 你看一下 我的墙背 就是这样一个直立的 对不对 像林老师这样直立的 站立的 就是直立的 好 那么还有就是 我们的墙背后面 是这种 折线形的 对吧 这折线形有两种 一种就是上部 我们用到的是 腑鞋 下部 我们用到的是谁啊 是养鞋 为什么呢 因为下部 更容易怎么样 产生位移 受到力更大 所以我们下部呢 我们应该用谁啊 用养鞋 这种稳定的方式 给他放到下部 考试时候 如果画图 给你画成这样的 说上面是养鞋 下面是腑鞋 对不对 没有人这么做啊 因为下部 本来受到力大 你应该用谁啊 你应该用我们的养鞋 来保持它的稳定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注一下石头 这种就是我们的 折线形的 我们也可以叫做 凸折线形的 它不是这种凹的 凹的是错的 好 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种 就是我们的横重石 横重石 大家可以看到 上部 我们叫做上墙 下部 我们叫做下墙 上下墙之间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横重台 所以它就叫做横重石了 那么横重台 是有什么特点的 特点就是 它不光依靠自身 来自重来平衡土压力 还依靠谁啊 我们在横重台上 还填了谁啊 土体 那么这个土体的自重 也增加了强身 受到了什么 压力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整个重心 两个合在一起 是不是重心就变到了这个位置呀 对不对 导致终身怎么样 往后移了 你想一下 林老师这样的 跟这样的 是不是重心不一样 重心越往后移 是不是越稳定 没错 所以呢 这种重心后移的方式 就增加了它自身的稳定性 另外一个 它的下侧墙体 踩入式氧鞋 也怎么样 也减小了土压力 导致它的这种挡墙 它的稳定性也会提高 好了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种形式 横重石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五种方式 都是按谁分类的 按墙背形式来分类 考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问答题 往往很多人不知所答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你没有把分类的标准机会 比如经常出案里的时候 人家问说 按墙背形式来分 这种挡墙到处属于哪一类啊 那么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哎墙背 一提墙背 墙背是什么 对吧 就很容易这个知识点想不起来 所以呢 我说了 你在墨写的时候 一定要把一级标题 先给它写出来 然后自己往后面慢慢去展开 这样的话可以做到 让你知道问题和答案的对应关系 是吧 不知道答案 然后问题跟答案怎么样 对应不起来 那就完蛋了 然后一个人在旁边说 哦 墙背的形式包括养鞋腹鞋 然后你就知道了 因为考试的时候旁边没人提醒你 对不对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那么按照他所说土压力的关系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垂直居中 谁最小呀 养鞋最小 腹鞋怎么样 最大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内容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 我们在后面讲解各个挡土墙 它的基本适用条件的时候 就多次提到过 路肩墙 路低墙 和路肩墙 那是什么意思呢 好了 我们跟大家讲啊 这里面主要分类的方式改变了 它是按照这个挡墙在横断面上的位置来分的 分为哪一类 哪几类呢 第一类就是这种的 你看这个挡墙 它的顶部跟我们的路肩是怎么样 齐平的 那这就叫做路肩墙 很容易理解吧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位于边坡的坡面下策 那么一般我们叫做路低墙 好 那么这两个都是位于什么 这两个都是位于路肌上面的嘛 是不是 是位于路肌里面的路低上面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图大家看到 它是位于路肩边坡上面的 所以叫什么 所以叫做路肩墙啊 所以这里面考试考的是试图 然后问你按照其所处的位置来分 它都到底属于哪一类 三类 第一类路肩墙 第二类路肩墙 第三类路低墙 你还能够区分清楚 好吗 试图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你们教材的细节了 比如说这块考试考什么 问答题 就问你 请问氧气的挡墙 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或者直接问你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 那就是问有缺点 对吧 好了 你这里要注意一下简答题的出题形式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氧鞋 氧鞋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要抓住 它的土压力小 这是刚才讲过的 对不对 第二个特点就是 你用作路肩墙 通常墙背和咱们的开挖面 是较为贴合的 为啥呢 因为你是先开挖边坡 边坡挖完了 你在做这个墙体 你边坡的形式和尺寸 跟我今后做挡墙的坡面是一定是怎么样 贴合在一起的 一定是一致的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关键词是 容易贴实 而且开挖量和回填量均怎么样 均比较小 为什么小 如果你不去做挡墙 那么这边的边坡可能怎么样 可能开挖的坡率要怎么样 更加缓一些才安全 现在你做挡墙了 你可以挖的怎么样 抖一些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越抖越容易滑 没关系 我有挡墙挡着你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就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我们的挖方量的差别了 对不对 不设挡墙 挖方量要大一些 设挡墙 挖方量怎么样 要小一些 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 好 那么如果你是天方的话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田的土不好压实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说 这里面的缺点 是田方不以压实 好了 第四个 其实是缺点 缺点 好了 这里面三大优点 一个缺点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 一样 辅邪式的墙背 辅邪式墙背 跟辅邪式墙背 正好相反 他这里的土压力是较大的 对吧 那么因此呢 在我们案例体当中 他出现的几率比较小 为什么呢 不好嘛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重点 第二个就是 咱们的很重视墙墙 他的特点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第一就是 重心后移 重心后移 所以增加了 墙身稳定性 第二个话就是 下部采用 养邪墙背 所以减少 墙身高度 减少开挖量 第三个 他呢 如果用在咱们的路嵌墙上面 当然他既可以用于路低墙 也可以用于路肩墙 还可以用路肩墙 对不对 但如果你要用在路嵌墙上面的话 大家想一下 你看 这是一个 横重式挡墙 那么由于在这个位置存在什么 横重台 所以 这边如果是路嵌 对吧 这是我们的路肩边坡 你这个边坡 一旦有碎石落在这里 是不是 一举两得 一键双标 为什么 第一个目的就是 你的落石落在这 是不是有地方 容大 所以呢 第一个作用就是起到 拦截坠石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 你坠石放在这 是不是增加了 它上面的 重量啊 对不对 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所以它是 一石二秒 是吧 一石二秒 所以这里注意下 第三个目的就是 当你如果用在咱们的路嵌墙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横重台 还可以起到 拦截 崩坠之石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了 这里就是注意下 它的三大优点 三大优点啊 好 那么关于横重市的挡墙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过案例 我认为它很有可能会出现案例啊 好 那么第二个 看一下施工要求 这个2020年做了变更 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那么细节我认为不太重要 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 横短面的石图 这个横短面石图 大家一看 其实已经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后面墙一样 挡土墙的墙身上面 都是设置有什么的呀 没错 泄水孔 泄水孔的后面设置是什么呀 反绿层 对吧 但是有认识老师 下面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的水流是个往下走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泄水孔的下部 略低的位置 会给它设一层 夯实的沿土层 让它作为隔离层 改变水流的方向 水流到这儿是不往下流了 往哪里流 往这边流 通过泄水孔排除出去 是吧 所以这块考试又容易出现石图啊 第一个就是 粘土夯实的隔离层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反绿层 第三就是泄水孔 那么一般旁边还会挖一个什么 排水沟 是吧 好了 这几个构罩 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立面图 立面图就指的是 我们站在挡土墙的侧面去看它 得到的合影图 对吧 这里面大家看到 这是什么呀 泄水孔 没错 泄水孔 它上下排之间 一定是错位不设的 如果说这是泄水孔 这也是泄水孔 那你在一条线上 是不是这一块容易产生开裂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都要进行错开不设 这一块考试也容易出现改错啊 错开故事 另外一个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知识点 护面墙 这种长条形的构造物上面 每隔一定距离都要设什么呀 没错 变形缝 挡墙也是一样的 也要设着变形缝 这个变形缝包括两个 要么就是我们的深缩缝 要么就是沉降缝 我们做这里题目的时候 建议大家直接打变形缝 或者是直接打沉降缝和深缩缝 为什么呀 一般它们两个是合二为一的 一般设计院给的图纸上面 它们两个一般是合二为一的 不太好区分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容 那么至于施工就要点里面的细节 我们这里了解一下 我们的第七条 第八条 我这里重点讲一下 第七条 那么因为我们的挡土墙 在施工的时候 大多呢 一般是先施工挡墙 然后再进行路低的填柱 路低土的填柱 所以呢 什么时候去填柱 路低土压实呢 我们这里面需要等到挡土墙 混凝土的强度 或者是水泥沙浆的强度 达到其射击强度75%的时候 再去填 那么填的时候 压实的时候 那么压路机对两边是有一定挤压力的 所以呢 我们说了距离墙被较近的位置 0.5到1.0米范围内 我们不得采用重型振动机压路机去捏压 第一是不能是重型的 第二还不能是振动的 因为重型的挤压力过大 容易导致墙被开裂 对吧 然后对于我们的振动的容易带来振机力 导致墙伸被振裂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不得使用重型振动压路机 什么范围呢 0.5到1.0米 这个有可能会出现选择题 或者是改错 好接下来看第八个 关于墙被的填料 多次说了 像什么挡土墙的墙被 寒冬的墙被 还有咱们所谓的桥台背后的填被 都是一样的 最尽量优选用透日性的材料 看墙度高的材料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用粘质土作为填料的话 这粘质土很容易吸水的 一旦吸水之后 这个墙后面的土体怎么样 看滑力减小了 容易滑动了 那更容易失稳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们说在墙背后面 给它设置是这样 大于等于300毫米的沙粒 或者是其他透水性海水层 好 这个图展示就是刚才想说的这个内容 如果后面是属于粘土来说的话 那么这个图很容易受到水的侵扰 我们通常在上面 一般会用粘土层方毙 防止这个水下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 我们通常在咱们的墙背后面 我们会给它设置排水层 设置排水层 当然这个排水层既起到排水作用 还起到反例的作用 然后在它的吸水孔的下侧 依然是要给它设置 我们的粘土夯石层作为隔离层 然后这样的话水一旦有 那么顺着排水孔就排走了 好了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考试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厚度 一般要怎么样 要大于等于300毫米 大于等于300毫米 好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关于你们教材 在这个2020年新变更的地方 好了那么顶部是需要用粘土层封闭的 土层厚度要大于等于500毫米 也就是刚才给大家画这个图 这个位置要求它大于等于500毫米厚 好那么这块是比较容易出现实图的 这个前提是你后面土是粘土 比较容易吸水 采用这种构造 好吗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好这是关于这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的二件案例 2016年就给了一个 片石挡墙的这样一个立面实习图 那么在这个图上标出了 问你A是什么 大家很快就知道A应该是什么 没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变形凤 答题你既可以达变形凤 也可以达沉降凤和伸缩凤 二者均是可以的 不建议你达沉降凤 也不建议你达伸缩凤 因为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不能得到满分 所以答题一定要严谨 词急, 一凰